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咳嗽、痰多、痰中有血或胸滿 可以是肺癌的象徵 不過普通的肺炎 大家都會有同樣的感覺 所以如果普通市民有這些病徵的時候 不要那麼驚慌 應該第一時間去找醫生做進一步的檢查 吸煙是肺癌主要的成因之一 但除了吸煙之外 如果一般市民住在一些空氣污染比較高的地方 發病的風險亦相對較高 在以往一般肺癌的病人 多數是一個男性和吸煙的人士居多 但在近年來 女性發病者 尤其是不吸煙的那些 就會上升了 所以真正來說 除了吸煙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高危因素 現時我們也不太清楚 肺癌在早期的確沒有徵狀 所以當它確診的時候 很多時候已經是中後期 根據香港癌症中心的統計 在2014年 肺癌是佔癌症發病率最常見的第二位 大概有4600宗 而死亡率來說 更加是癌病死亡率的首位 大概有3500宗 有臨床研究顯示 是一些高危吸煙的人士 55至80歲的人 定期做一個低劑量的電腦肺部的掃描 是有助他們早些斷症 早些得到治療 可以減低他們的死亡率達到20% 晚期肺癌病人主要的治療是藥物治療 而藥物治療是分開三大類 可以有傳統的化療、標靶治療 以及比較暫身的免疫治療 如何篩選呢? 如果病人腫瘤有特定基因的特變 我們可以用專注對基因特變的標靶治療 又或者我們在病人腫瘤 做一個叫PD-L1的反應測試 如果這個反應是很強烈的話 代表這個病人對於免疫治療的效果 相應會提高 病人的傳活率也會比PD-L1 測試表達低的病人會高出很多 在二線治療 非小細胞肺癌方面 用PD-L1抑制劑 比起傳統的化療 無論在整體藥物的反應率 整體存活期的中位數 以及整體的存活率 也會有優勝 這一位來自上海病人 病人沒有基因特變 不可以用標靶治療 最初接受了四個療程的化療 效果不太理想 而且副作用很多 之後便轉為免疫治療 直至現在為止 總共用了16個月的免疫治療 效果非常理想 腫瘤得到控制得很好 而且沒有特別的副作用 他的生活質素也非常理想 免疫治療一般需要靜默注射 大概每兩個至三個星期注射一次 每次需時大概半個至一個小時左右 一般來說 免疫治療的副作用是非常少 但有可能病人感到疲倦 咳嗽、皮膚痕癢、出診 或者肚射的情況都會不一定 每個人的成效和副作用都會有少少不同 所以如果有任何病徵出現的時候 應該盡早與醫生作出溝通 駕駛